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租回的条件是什么 对于售后租回 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成租人 那对于出租人 就买方来讲 跟前面讲的出租人没什么不同 因为他就是把他买进来之后 然后再租给人家 对于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跟前面是蛮相似的 只是他不会是一个销售型的租赁 他应该只会是一个直接融资型的租赁 因为他们有制造 也就是说他的价格 他买进来的价格 跟他再出租去的公元价值是一样的 所以他不会是一个销售型的租赁 对于出租人来讲 他会是一个直接融资型的租赁 那售后租回主要的探讨议题在于 卖方也是成租人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 售后租回 重点在于出售跟租回来这两个动作 那可不可以视为两个动作 如果他是视为两个交易 就像我们的交换一样哦 如果交换你具有商业实质 意思是你把换出去的资产卖掉 然后再买回来 再买,不是买回来 买换入资产 因为这是两笔交易 那既然是单纯市就两笔交易的话 他的会计数据就很单纯 既然是把他卖出去 当然他可以承认什么 处分利益 好,处分损失跟处分利益 好,但是他如果不是单纯的买卖 就是说我的交换并没有具有商业实质 那你的换出去并没有真正的把它处分掉 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商业实质 你的换出去的这个动作 资产交换这个动作 是没有损失也没有利益可以承认的 因为我换进来的资产 是换出去资产的账面金额 再加减你付出去或收到的现金 重点在于说 如果你的资产交换是一个动作 换出去跟换进来是同一个动作的 视为一笔交易的话 原则上你就没有承认 资产交换损益的空间 所以现在我们再讲 售后租回的观念 我为什么想要资产交换 我要跟你讲的是说 这个观念其实是相通的 如果我售后租回是视为两个交易 是把它卖掉了 再把它租回来 那就很单纯 卖掉做卖掉 租回来就是租回来的这些 租就是乘租 就是两笔交易 既然是视为两笔交易 卖出去就可以承认 但是如果我们要谈的是 如果你卖掉再租回来 租所占的比例很高 或者是你卖的时候 原则上我们说 如果你卖掉再租回来 这租回来的条件 像是融资型租令 那你就必须跟融资租令的会计处理是一样的 好那意思是什么 我必须把你的损益呢 因为我刚刚讲说 既然你是把它卖掉 又把它租回来 而重点租就像是什么 一个资产 资产 所谓融资型租赁 我是不是要承认租赁赁 全任应付租赁款 就形同上 它是没有把它分成两笔交易 再说一次 刚刚为什么一阵的兵荒马乱的样子 所以大家进进出出 也就是说 我们在谈 当我是卖出去再租回来 这租回来 如果是一个资本租赁 也就是说 可能是一个租 因为就成租人来讲 他的资本租赁就是融资租赁 如果是一个融资租赁 那我们把卖跟租就要绑在一起 视为是一笔交易 既然是视为一笔交易 卖我就不能承认出售损益 就不能承认 不能立即承认损益 但是我账上会有一个损益的发生 但是它是什么 帝元 他并没有在当期 就是发生教育当时候就承认 他的损益影响当期的报表 影响当期的损益表 所以这个如果我卖掉 再把它租回来 而是一个资本租赁 或叫做融资租赁的话 那我不会在我的分路上面承认 处分资产损益 而会把这个处分资产的损益做地盐 好我会地盐处分资产损益 那这个处分资产损益的地盐 既然是地盐表示 在未来的时间会回转 那回转它的相对科目就是什么 折旧费用 好因为你既然是一个融资租赁 对成租人来讲 你会对于承租的资产去承认折旧费用 所以如果你是售后租回而发生了 所谓的这个处分资产损益的话 或者是售后租回损益的话 那这个损益我不能立即承认 而必须是什么 地盐 那地盐未来怎么去做摊销 就跟你租赁资产的折旧费用去对冲 好也就未来 如果你是产生是利益 未来你的折旧费用 会比你的累计折旧金额还要小 好因为我承认的折旧费用 待累计折旧之后 我要把我的售后租回的利益 把它什么 做冲销 那既然是利益 原来发生什么 在代方 我冲销写在街方 它相对科目就是折旧费用 好那损失的话 刚好是颠倒 那这我们上个礼拜 在下课前讲的 那我们下课前还讲到一个 如果我售后租回 租回是营业租赁 那营业租赁原则上 好就是我卖掉是卖掉 租回来是租回来 因为营业租赁是什么 我只付租金 付完租金以后 我不付租金 我就是没有什么 对于这个产租物 没有任何的主张 没有任何的 所有的 所有权之类的 或者没有任何的一个 风险报酬的一个承担 所以营业租赁就是 我不租金我才可以使用它 不付租金我就没有 所以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营业租赁原则上 我的出售产生的损益 是可以立即承认的 好 但是万一我们在讲的是 我内价不等于公民价值 意思是说 如果在营业租赁之下 好 在营业租赁之下 好 售后租回的营业租赁之下 如果我的售价 等于公民价值 我可以立即承认 立即认列 处分损益 就是出售的损益 好 处分损益 好 如果 嘉维这边有位置 这个位置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是出售的时候 那你再买回 再租回来 但是租回来 只是一个营业租赁 那你就看原则上 只要你的售价 等于公民价值 那你就可以立即承认 你的处分损益 好 但是 如果我的售价 不等于我的公民价值 那 只要你售价 不等于公民价值 你的差异 你的损益呢 要递延 而且那地元之后做的分摊 分摊时是影响 他的租金费用 向值二跟法先区分 等于跟不等于 好 如果不等于 我售价不等于 好 那我的损益就不能承认 那不能承认 承认 一样我要地元 那地元 那地元未来会影响的是什么 租金费用 因为营业租赁 只会有租金费用 好 因为营业租赁 我对于租赁赁 我是不用提力的折旧的 好 所以先简单一点讲 你的资产的 你的售价等不等于 公允价值来分 如果相等 我就立即承认损益 如果不等 那我就是什么 要把损益递延 然后未来在你的租赁期间 来做分摊 他对冲的科目 就是什么 租金费用 好 那在这个前提之前 当然我们再接下来就讲说 如果你是 售价高于公允价值 或售价低于公允价值 那当然就不一样 就跟我们刚刚讲说 你售后租回 如果是一个资本 人资租赁的话 你的利益 会减少的是折旧费用 如果你是售后租回 产生的损失 那你是会增加折旧费用 当你分摊的时候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我产生利益的时候 那未来会减少 我产生利益的时候 我冲销他 我会减少我的租金 如果产生损失的时候 我也会产生什么 增加我的租金费用 观念是类似的 好 那后面讲说 你的售价大于公允价值 或小于公允价值 就是说 你产生的损益 那你就要递严 那未来会影响的是租金 就这样而已 好 但是前面我讲一个部分 你觉得好像讲的 我今天讲的很简单 为什么课本上会画那样子 画那个应该什么流程图 或者是那个图 好像很复杂 重点就是在于当我们在出售 就其实这个动作都是非常标准化的 我在卖 我这个资产 我卖的时候 我要先把我的账面价值跟公允价值来做比较 好 如果我账面价值比较高 我会做资产的 这个 应该说我账面价值如果比较高 好 那我的公允价值比较低 那我就先承认我的什么 资产的那个损失 减损损失 这样听懂吗 如果 好 因为我们之前在讲 我的资产处分之前 都要做一件事情 都要把我的资产的账面金额 跟他的公允价值做比较 如果我的资产价值比较高 公允价值比较低 我就产生什么 损失 另外的 如果我的资产价值比较低 公允价值比较高 那因为这是我出售啊 所以原则上 我是产生什么 利益 那但是这个 我的资产价比较高的时候 又要跟 公允价值比较高的时候 又要跟我的资产价来做比较 好 所以这个情况 我们用例子来讲 所以我们先把它分成两个阶段来看 我们之前在做处分的时候 我们都说了 跟你的负债在做勤钱勤厂一样 你就先把这个科目 在我处分 在我易东那时候的账面金额 该是多少 先决定出来 先把它算出来 然后再来跟我做异动那时候的对价 如果我处分资产 那我处分资产会拿到现金 如果我是提前欺账我的负债 提前欺账负债我就要付现金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依我的相对要处异动这个资产 异动这个科目的代价是什么 来做比较 来决定我的损益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说这个动作是标准的 好 一定都是先做 做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你的售价跟你的公元价值之间的问题 好 那当然这个问题是最简单 但是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也不复杂 可是这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 我们来看例子 就会比较清楚他是怎么做 好 看一下呢 市立十七 好 长春公司呢 在差一年初将账面金为五十万 好 这是成本六十万 累积者就十万的 资产售给瑞华公司 然后并立即租回使用租期四年 然后呢 这是一个售后租回 但是是一个营业租利 租金呢 每一期是八万 在其出支付 然后估计呢 这个机器可以用十年 好 请根据下列的情况 好 来做这个出售与租回的相关分路 第一个 如果机器的售价跟公允价值都是五十二万 好 那第一个我们知道了 他的账面金额是五十万 他的公允价值是五十二万 好 所以呢 我是不是可以立即承认 我的处分利益 好 所以你可以看情况一 我是不是产生处分利益两万 在我们的 我的这个 这个第一情况一例子比较简单 好 因为 我的账面价值 好 我把它写下来 我的账面价值 情况一 是账面价值五十万 公允价值五十二万 好 我承认了什么 这两个 这个是这样嘛 好 我承认利益 承认利益 好 跟前面这里是一样 我承认利益 对吗 承认利益 好 那我的售价又等于公允价值都是五十二万 所以我的利益就立即承认 就是情况一 好 叫五百 如果第八百的话是四百二十一页 这个部分应该第七百跟第八百没什么 没有什么不同 好 那我每次付租金就是借租金不用干 现金就完了 请我不用做任何事情 好 因为 这个例子 我竟然是立即承认 就跟没有做贪销的问题 好 那情况二 我的售价是四十五万 公允价值是五十二万 然后这个损失 好 我卖的比较便宜啊 未来可以用租赁的给付来得到相当的补偿 也就是说我现在付的八万块租金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情况之下 正常你可能要租的金额要比八万还多 好 所以 他的八万块是算是什么 比较低估的租金了 好 所以像这里一样 那我的账面价值 好 我的账面价值五十二万 我的公益价值还是五十二万 我的账面价值五十万 我的公益价值五十二万 原则上我是可以承认利益的 好 我利益承认了 但是 为了我是不是是什么 我十二万我只卖四十五万而已啊 所以我是不是产生了售后诸回损失七万 对吧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一样做这样的分路 因为这样把它冲销掉 好 你可以看呢 我先承认一个售后诸回损失 也就是说我先把 因为我本来承认利益 然后再加上一个损失 所以等于我把它并起来 好 也就是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本来我有利益 但是我卖掉呢 只承认了 只卖四十五万 所以我有损失七万 但这七万跟我的利益 因为同一个时间 所以我把它并在一起 所以前面的利益 靠了掉现在的损失五万 所以我承认了未实现的损失五万 那这五万呢 分四年去分摊 所以每一年我是什么 增加我的租金费用 就情况二 这样看到吗 我说原则上 这个情况跟这个情况 先分开看 但是如果整合在一起的时候 某些情况该怎么做 我这边产生了利益的 可是这边产生了损失 那原则上呢 我们就把涨的并起来 好 所以我的损失就五万 那这五万会在租期当中去做分摊 所以你是地盐哦 那地盐的话呢 你就会影响你的租金费用 那因为你是损失 所以你冲销他的时候是带损失 借租金费用 好 这是情况二 再来看情况三 好 我的售价是五十二万 而公允价值四十五万 等于是说公允价值 好 这公允价值是四十五万 而我的成本五十万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是不是产生了损失五万 好 那在损失五万的原则上 好 我们在会计里头呢 我们就先做资产减损 所以我们先承认了这个五万的损失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情况三 我承认资产减损损失五万 先把我的账面金额调整到公允价值 好 那我的售价呢 高于公允价值 好 所以这个 这个有点 这个有点是什么 等于是在做 如果我们没有去地盐的话 会让成租人 就是卖方呢 就能够做到他想要什么 做财务创事的效果 明明这个东西没有那么高 可是我把它卖掉 然后我有产生利益 那是不是可以让我的报表比较好看 好 所以他就避免到这种情形 所以这个 售后诸回的利益 我就地盐 好 所以你可以看 他是不是会产生未实现利益七万 有没有看到 好 所以我产生了未实现诸回的利益七万 那未来这七万我就要做摊销 摊销的时候 因为它是营业诸力 所以你不用去算它的折线值 好 不用转它的折线 我用直接摊销就可以 七万除以四 因为它诸体只有四年 每年减少租金费用一万七千五百 这样看懂了吗 这样看懂了吗 这样清楚吗 好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好 先来看一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在我们的会计里头 本来资产 就是我们在做 回忆一下我们在做资产减损的时候 我们在做资产减损测试的时候 是不是有损失 我就立即承认 有利益 未实现不承认 所以第二个情况的时候 我的 第二个情况的时候 是这样没有错 第二个情况的时候 也是什么 也是账面价值 公民价值比我账面价值还要高 我反而要承认利益两万 但是我这边又产生了一个损失 因为我的公民价值52万 52万对 然后我的售价就45万 好 等于说 这个利益两万我就不承认 而病要跟我的什么 这个损失就合起来看 好 所以 原则上拆开奖的时候 是各自这样子 但是某些情形发生的时候 其实就 不是完全 能够完全是拆开来看 所以我们说 你有利益 我的账面价值比较低 低于公民价值 因此上我要承认利益 但是如果我的售价 又低于我的公民价值的话 那 整个来看呢 我就不能把这个利益立即承认 而跟我这边的损失要并起来 这样看懂吗 就情况二 稍微不一样一点点 情况三又很单纯了 因为情况三我是产生损失 损失当然立即承认 好 那我出售如果有利益 那当然基本上 我的利益就要遞延 这样看懂吗 那我给你第四个条件 第四种情形 成本一样没变 好 情况四 好 成本 成本一样 好 但是我的售价 是55万 然后呢 我的公允价值 假设是45万 这个跟他刚好编导而已 这个比较没有什么 好 这个例子如果是这样 只是情况三 我稍微给他变种一下 其实没什么不同 如果是情况四 待会我再讲个情况五 只是前面那种模型之下 模式之下做一些 根据他的条件去做一些调整而已 好 如果情况四 我的分路要怎么写 因为我的账面价值50万 我一下跟公允价值先做比较 所以我一样先承认 资产减损损是5万 好 所以呢 我的分路会拿到现金 因为我的售价就是我拿到的现金 45万 然后我的机器的累积则就要冲掉 10万 然后这个机器设备 原来账面价值是60万 我刚刚已经讲说 我的账面价值有50万 而他的公允价值只有45万 我要承认资产减损损失 对不起 售价是55万 好 售价是55万 所以我拿到现金是55万 好 我资产减损,损失5万,账面价值跟公允价值之间的差 好,我的地盐收获诸回,诸回利益 好,你可以想一下呢,45万东西卖55万,所以我的售后诸回有什么 地盐利益就10万,好,那我们看一下借贷方有没有平衡 好,借方,一样,70万,贷方也70万,就这样而已 好,我现在就要讲公允价值高于售价,如果我们要先颠倒回来一下 受后诸回利益吗?你是说放在报表的什么位置吗? 就是它是,就是例如说它是可能售价值公允,是这样 可以这样想吗?我说不要这样想 你说售后诸回吗?好,原则上你可以想 我公允价值45万,而我卖价值55万,我卖价值55万 所以我是不是有利益4万块?好,但是我这个利益不能承认 所以我是地盐,不能立即承认我做地盐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景?是因为有售后再租回来 我重点应该是想到说,你应该想说,我这个科目要放在哪里? 要我去想说,这个科目应该要放在哪里? 好,因为第一个,资产不在权益收入费用 它不是收入也不是费用的科目吗?好,它不会是资产的科目嘛 基本上还不是权益的科目,所以它是一个负债的科目 没错啊 好,那我们去承认它,我们的科目的使用之说 它是一个利益 然后因为我不能立即承认是我叫地盐 那为什么产生这个?因为这个交易所发生的 好,这是科目我怎么去决定出来 怎么用它的这个科目 那刚刚有同学就是我要讲情况五 好,我就要讲情况五的情形 好,其他都没变 假设情况五 我的售价是五万 好,然后呢,我的公民价值五十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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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本来是要讲的是,不是这么差距这么大 而是我本来要讲的一种情形是 假设售价五十五万 公民价值五十二万 我想举的是这样的例子 好,那你认为会怎么做? 跟刚一样 跟刚一样 是完全一样吗? 对,没有减损 没有减损之外呢? 他没有减损啊,前面没有减损啊 他前面只告诉你成本六十万 累积者就十万块啊 又处分利益 先承认处分利益 再这样一个会实现损失 是的 因为我的公民价值比较高 对不对 我的公民价值五十二万 比我的成本还要高啊 我的售价又比公民价值还要高 所以我超过 我就说 苏南提点 他有坐降嫌疑的 就是这三万而已 因为我正常可以卖五十二万啊 我现在卖到五十五万 那我多出这三万 我不能立即承认 如果立即承认 是不是让售后诸回 如果原来他想要虚增 他的获利 是不是达到效果了 所以 如果是这种情形 好 所以 我这种情形之下 好 我用这个笔写 刚刚好 好 我的售价一样五十五万 借现金 累计则就没变 好 这机器原始成本六十万没变 好 再来 我有没有资产减损 没有啊 我现在是什么 我是产生未实现的 哎 对不起啊 完全没有 所以我的贷方 应该会有个处分利益 两万 账面价值五十万 公平价值五十二万 税为两万 另外呢 我有售后诸回三万 因为这个中间差了三万 这样看懂吗 那个就是课本写的 未实现利益 对 这个售后诸回的利益 可以就是说未实现利益 其实两个应该是一样的意思 好 所以你要写售后诸回利益 或者是你要写未实现利益 也可以 只是我觉得 我喜欢用这个科目去表示 这个科目 这个利益是为什么产生的 如果我这种写科目的话 我喜欢这样写 不过你是写地盐 还是未实现利益 其实都一样 都是放在你的负债里头 好 这样清楚吗 所以这几个情形 好 所以这张会比较复杂的原因 是因为它有很多的 呃 交易情形发生 好 这个例子有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课文里面所讲的 这里有没有问题 很可能会发生的交易 好 那 在休息之前 我中间让大家传口气之前 我先点一下命好了 好 谢谢 我需要你们先来 谢谢 感谢观看